来郭正亮亮哥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乌子佳说 这次的选举如果出现 一对一蓝军有可能会赢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政党的支持度很重要 那侯友宜只拿到国民党 70.8% 虽然说他的民调 现在已经重回第二了 但是只有70.8%的支持度 表示还有20%的成长空间 而且在四卡都的情况之下 表态率居然增加 蓝军会回笼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亮哥你怎么看这一局 那柯文哲来到国民党 那个搞不好就是郭粉 对啊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不一定会归队 因为郭台平还是在选 这里面就是 坦白说就是有一些人 因为韩国瑜也不在台湾 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到了后面 因为真的有群众基础的是韩国瑜嘛 就是他会加强跟侯友宜的那个 两个人站在一起 那个强度能够大多少啦 事实上我认识还是有相当多的韩粉 现在并没有归队 那大概最忠诚的啦 像黄富星 那个大概就归队了 可是你也知道嘛 网路上有一大堆韩粉 他们也没有在支持侯友宜啊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我也 我也很难说 因为坦白说啦 赖清德在过去 这个跟英系的矛盾 那蔡英文都已经 在那个党代表大会 公开停赖了 那除此之外 他本来就 跟党内的关系非常深啊 因为侯友宜跟国民党 本来就比较少 比较少 有那个在一起的活动 他就专心在当市长 这跟赖清德不一样 因为赖清德以前 他选举期间是 全台湾都站台的 对 对不对 他当行政院长 当副总统都是这样 所以他跟民进党 本来就有高度的重别性 一开始就只有英系 那英系大家都知道 就是只要小英一下令 那大部分工资都会回来 所以为什么赖清德 得到民进党的党内的支持 超过85%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 这两个因素都蛮重要的啦 就是第一个 他长期跟党是在一起 在做活动的 比如说帮人家助选 这一点韩国瑜 也做得比侯友宜好 坦白讲简单就是说 这个有一些因果是他自己造成的啦 就以前他跟国民党的距离比较远嘛 比如说党中央的决策 我们也很少看到他在发言啦 四大公投他的立场呢 选举的时候他站台的程度呢 这个都会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些结果 我认为英国都是相生的啦 你知道吧 就两层的啦 你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当然就是过去你做的努力到哪里嘛 那比如说韩国瑜上次选 我觉得国民党内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 他那一年就真的就是碰到反送中嘛 算他倒霉啦 所以年轻人一面倒嘛 那可是韩国瑜那次 国民党内的支持度是非常明显 是很高的 所以我马英九也没有这种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那朱立伦那次就比较有问题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挺红袖柱 那在不高兴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侯友宜 也不要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 这个吴子佳讲话当然是理论上啦 理论上还有20%的成长空间 可是我跟你讲那20%的成长空间 就是你要做一些表达啦 你当然要对你以前的一些 一些动作你要表示说你做的不对啊 然后从此之后你要跟国民党紧紧在一起啊 这个我觉得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不是说选举他就自然归对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选过三次我非常清楚 我觉得亮哥今天讲到一个重点 我虽然说是蓝粉 但他不一定 就是像亮哥所说的 你推谁我就推谁 因为选民其实现在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感受度 所以是这个意思吗 那接下来你觉得吗 比如说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嘛 比如说高嘉瑜为什么会碰到危险 高嘉瑜他那天亲口跟我讲 说民进党内的支持者 民进党的支持者 现在支持他的不到四成 那你这样怎么选 所以为什么他危机很严重 就是李彦秀44他只有27啊 为什么会这样吗 就是民进党里面一大堆人都跑去支持吴欣贷嘛 就是你长期没有在跟深绿的人在一起 那他就觉得他跟你是不一样的嘛 这不是说你代表民进党他们就 就一定来支持你 因为他是靠党推出来的 对啊 所以为什么他非常需要赖清德去帮他忙 因为赖清德可以叫那些人归队嘛 那他当然要用各种理由啦 说这个如果没有当选 搞不好就差这一席啦什么的 那现在看起来谁可以让大家归队呢 自己 自己 就现在只能靠侯友宜自己 当然是啊 已经不再是说找什么大牢站台 谁支持了 没有用了 高嘉瑜他当然有赖清德可以靠啦 那侯友宜 侯友宜你要靠别人 韩国瑜已经表演过一次啦 对 那也让你有稍微回升啊 他本来更低耶 本来党内支持可能只有六成 所以韩国瑜已经帮到一定程度了 那有一些就要靠你自己的作为啊 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国民党啊 比如说那个高嘉瑜就是要让人家觉得 他就是代表民进党 人家就觉得他跟民众党还是眉来眼去嘛 所以你看那个胜率的怎么说他 说你干脆去参加柯文哲就算了 不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这回事 没有什么叫做理所当然 没有没有 这个坦白讲都要候选人自己 努力去争取啦 亮哥今天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其实选举有时候也大家也是在看 这个候选人的忠诚跟他诚信 还有这个候选人他以前做过些什么 什么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表态 所以接下来怎么做呢 真的完全就是靠侯友仪自己了 那当然选民们大家都在看 那各自呢 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留言表态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进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